第三个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我看到这个议题 我心中觉得当然配话 为什么 国军是一个官阶言明 绝对服从的地方 哪允许你一个排长那边造势 这个议题大家看一下标题 陆军排长上女辅导长 被寄过以至于退伍 然后要索赔340万被法官打脸 法官他也不是白痴嘛 法官可能也有当过军人 他也知道官阶言明绝对服从 那你职务上面你是排长 你就做好你排级干部的事情 当然你会担任执行官 那你是排级 你就做排级的事 你不可能去逾越到连级的人员 所以你说一个少位服务长比较大 还是一个中位排长比较大 以我们国军来说绝对说是职务服从 中位少位服务长他是连级 我举个例子 这个状况应该不是这样 少位服务长现在状况比较少一点 我只是刚好举这样的例子 来跟大家说明 那这十组连胜是有上位排长 中位服务长的状况也有可能 但是呢 这两个就是不同层级 你军官士官都一样 你今天就是职务服从嘛 就算你官阶再大 你也是要职务服从嘛 你不能说 我官阶比你大 我为什么要鸟你 你只是一个少位服务长 我为什么要鸟你 我就呛你啦 那呛你你要知道后果啊 因为这是违反长官部署职责罪 是个很严重的罪哦 那你说 这种的状况会不会在陆军发生 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因为陆军就是一个土巴陆的军种嘛 那他就是耍土屌 我常常讲说耍土屌 为什么 就是不按照规范去做 扑超过的事情 就耍土屌 像这排长 你排级干部 你本来就比连级干部还小 你怎么可以呛他 是不是 那这种状况呢 我在陆军看到的非常非常多 那些都是耍土屌 就是不耍 为什么 你一个中尉 你就可以当这个 你一个少尉 你可以当服务长 我中尉 我还在当排长 那没有为什么 那哪一天 这个服务长 当处长的时候 你搞不好是旅长 那你怎么不说 为什么 政战他们升官这么难 我步兵的随便升 就升旅长了 所以你不能这样讲 一切都是按照职务服从 那很容易上官被呛的原因呢 我想最重要的 应该就是其中一点 就是你的本职学能不足 今天呢 你一个新任官 到了一个新单位 对那个单位一定会不熟悉 那排长呢 可能已经在这个单位 很长的时间 甚至可能上位下部队 就当任排长 所以他对这个部队熟悉 那是很正常的事 那你一个服务长 你又是政战职人员 你又新任官到一个单位的时候 那你能做的 当然了 你可以发挥你的政战特性 去要求各种政战事项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对这个单位 有没有很熟悉 你有没有要融入这个单位 那如果没有 你只是一昧的 想要发展你的政战业务 然后呢 对这个单位完全不理会 那你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 就是排长呛 服务长 那男生要呛女生 除了对这个单位熟悉之外 第二个就是体能方面 男生的体能肯定会比女生还要好很多 那你如果这个服务长 你在体能或战绩 你没有办法合格的话 那也会招人一个笑饼 一个笑饼 尤其在食兵单位 这个状况应该是食兵单位了 因为食兵单位 我以前常常讲 你光是手榴弹投资 对一个女性人员 是非常辛苦的 虽然说合格标准 只有18公尺 20公尺 但是 对一个女性同仁 手榴弹投资 你要这个投资到这个18公尺 20公尺 是有难度的 甚至有一些食兵单位的服务长 你在这个基布里的连级的服务长 你还要撤野战投资 根本就是不可能 天方夜谭 你看闪兵群 你闪兵群 除非你服务长以前是棒球队的 不然你说闪兵群 你要投到是不可能的事 非常非常困难 你闪兵群 闪兵群投资 你至少要有手榴弹 基本投资45公尺以上的实力 很有可能投进闪兵群 所以闪兵群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 野战投资的一个战次 很困难 所以你如果一个女性的人员 你到这个连队之后 你真的都要融入这个连队 尤其是你是上官 不管你是连长或服务长 军官都会交织历练 你一定都会到新的单位去历练 那你到这个新的单位 你会想要被人家看不起吗 不会 那你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加强强化自己的本质学能 还有体能 体能我们不要求多合格就好 我们现在所有的体能战绩 都是讲求合格率 你合格就好了 你不一定说 我服务长我3000一定要跑11分 不用 你就14分以内合格就好了 人家就觉得 我们服务长体能过 人家就不会看不起你 人家就不会想要呛你 如果你这个新任官 不管连长或服务长到单位之后呢 尤其是你是又是女性同仁的话 你到单位之后 你如果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单位的特性 而且你的体能战绩又不合格的话 我相信对你的领导统预作为 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你连长在所有的官兵面前要求说 本连我希望体能合格率要达到90%以上 然后自己连长体能不合格 这样就很奇怪嘛 不然下基地 所有人的普策在你连长 一名的领导之下 所有人普策都合格 唯独你连长 女连长自己准则不合格 那说不过去嘛 所以如果一个上官 你被下官呛声 那肯定是你本职权能不好 或者是你的体能战绩不合格 在使命单位很容易被呛声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 我以前在入军的时候 我只要出来讲一句话 没来打三千啊 没有人敢出来 为什么 你使命单位就是靠体能战绩 看靠本职学能 来服务你的 来控制你的部队嘛 你担任职业军人的人 你连本职学能的体能都不好的话 哪一个阿兵哥看得起你啊 我还曾经跟大家举例子 我有一次在某一个单位 要下基地 基地图测的时候 我们散兵是要测引体向上 基地图测的时候 我的银长 引体向上零下 零下哦 不是十下咧 零下 请问他还有什么微信可言 我们对于那一个银长 对啦表面上还是 银长好 谢谢银长 那其实心里想什么 但我们银长很烂 银体向上零下 三千公尺差一点不合格 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对了除了吃跟睡 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形容他了 很烂 他姓张 住在 好像住在清水还是杀戮 我也忘记了 很烂 最后是忠孝24年退伍 24年哦 还不是20年哦 忠孝24年参谋主任退伍 就是有这么烂的人 他一定要快快乐乐 所以那种人就会让人家看不起 那看不起是另外一个层面 你这个官阶该怎么样服从上官的领导 那又是另外一个层级 因为你只要不服领导 或者是呛下你的上官 你就是违反长官不属职责罪 是要法办的哦 是要法办的 违反长官不属职责罪 是要法办 他们单位还不错啦 给他寄过让他退伍而已 没有把他法办 如果是我绝对法办 让你知道你就是牌长 他就是女服务长 你就是不能跟他呛下 你只要跟他呛下 我就把你法办 所以我常常讲说 如果今天军中啊 对于所有的一切事物 你都用最严厉的惩罚 去对待的话 我跟你讲 国军的军纪状况 会比现在好上非常多 那现在的国军的状况 就是每个人都不想让单位出事 不能说不想让单位出事 每一个长官都不想让单位出事 闹上台面 例如这个案子 对不对 他一闹上台面之后 我这个旅长怎么办 我领导的部署里面 有一个牌长去呛一个女服务长 所以很多都是觉得 我们自己解决啦 不要闹上台面 闹上台面 对于我这个旅长 我这个长官 也不好看嘛 所以很多呢 都私底下 大事化小 小事化武 这个我都是非常不赞同 我就会发生这么多事 就是因为你长官 大事化小 小事化武 别人看了觉得 你看那个牌长 呛女服务长 也没怎样啊 那我是一个兵 我明天要去呛我的班长 反正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呢 很多这种 管理上的问题 下属 不服务上官的指导 绝对跟长官 你的一些作为 是有息息相关的 我们再讲到前年的案子 一个女宪兵 花莲的女宪兵 去向她的执行班长 三字军 口出慧言 那结果呢 法办啊 虽然最后的赔偿金呢 我不是很能接受了 但是这种 你是下属 针对上官 你还弹腰他 他也没做出什么事 你还弹腰他 那你绝对会违反长官 部署职责罪 罚办 但是这个金额 我没办法接受 那另外这个案子 过了几个月之后 就发生了 两东六旅 我们的新兵 不服我们的 联级干部的指导 直接罚办 官两年 违反长官 部署职责罪 所以呢 违反长官 部署职责罪 这个罪责是非常重的 因为 你如果不服 这个上官的领导 现在的平时 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如果暂时 如果暂时 我今天是连长 我叫大家往前冲 就大家往后退 因为 人家都不听你的命令 那还得了 所以在平时的时候 对于这种命令贯彻 对于命令的执行 就要非常严重的 去看待 只要 这个下官 下属 有抗命的行为 绝对要法办 或者是你下属 有愉悦 或者是 违反长官 部署的情势 就一定要 强力的去做惩罚 一定都要最重的惩罚 不然 没有人会怕 所以你就会看到 很多连队 你说我们现在的 基层连队 陆军的基层连队 有没有兵在 抢士官的 有啊 有没有士官在 抢军官的 有啊 我昨天的 这个案例不是说了 为什么那个上市这样 是不是 还有人说 哦没有啦 我跟你讲 你资讯太弱后 现在所有人 这个袖子都可以解开了 好啊 你袖子可以解开 你拿依据给我看了 就算袖子可以解开 你看他们两个 撑桌子的 哪一个看起来 比较大屌不算 也绝对是那个士官嘛 人家那个扶桌子还撑的蛮有样子 直挺挺的 那个士官那个上市撑的就是看人家 就是看人家不爽的那种撑吧 哎 大家都是名眼人 大家都读过书 哪一个大屌不甩的姿势 难道您看不出来吗 你还要再跟我那边狡辩吗 当然啦 你要狡辩当然可以 我只能跟你讲实际状况 绝对不是这样 就是那个上市看不起那个中卫 那个中卫佛校长 绝对是这样 就等于这个牌长 抢你佛校长 一模一样 他就是看不起你 他大屌不甩嘛 因为他对这个单位比较熟悉嘛 那我们对于这种人 绝对要重诚 你看 这个牌长重诚之后 乖乖的 对不对 虽然他提起了索赔340万元 法官直接打脸啊 你本来抢佛校长就不对 你还有脸 因为你被寄过退委 还要跟国军索赔340万 你去吃大便吧 所以这个长官部署职责罪 国军一定要用最严肃的角度去对待 因为这会完全影响部队的纪律 所以这个第三点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要凸显我们国军的管教问题 还是有可以精进的地方 那因为国军的管教问题 现在变成这样 都是长官造成的 每次都轻轻放下 我也看过很多例子 轻轻放下 甚至连纪过都没 不然纪过会影响他的近三年 我们就给他申戒两次 就那种轻轻放下 然后呛下 你也不处理 都觉得 那个是人家压力大情绪的发挥 那我就要让你知道压力大情绪乱发挥 会得到什么效果 现在长官不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军队纪律如此败坏的原因 这是长官的问题 像这个长官都处理的很好 你台长呛包的好啊 咋办 咋办呢 不然我帮你寄过退伍 寄两大过退伍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这种人就是要重臣